雪暗儿再传出河水污染事件 怀疑有人将蓝色的油漆非法倾倒到这个河流 导致甘迪斯河沦为蓝河 雪桌环境局长诺阿兹雅调指出 调查发现肇事者是在夜间或清晨倾倒有色物质 初步怀疑污染源头并非来自工厂 而是有不负责任的人到相关的地区 一次性倾倒有色物质 截至昨晚 河水依然是橙蓝色的 官员今天继续到场观察水质的变化 雪暗儿水务管理局在脸书贴文透露 当局昨天中午12点半 接获河水受到污染的投报 随即前往出事地点调查 发现有人在位于温伯路的工业区 倾倒蓝色油漆 除了周边地区的水坑橙蓝色 水流流进附近的排水沟 导致甘迪斯河受到污染 当局已经采集水质样品送往化验